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光红档台》 继续我 杰莱德 继续我 志威 还有继续《宇宙追强》 Peter Peter 是否姓恩 是否有型 是 继续Peter 前几集说过他之前的背景 读学书 当兵在台湾 有很多有趣的故事 如果没有听的话 找回前几集 接着说做事 好像跟飞机有关 在军校 做出来做了维修 是 你说一下 怎样的过程 会做了民航机的维修员呢 其实 因为那时候本来打算两年当兵 陆军就和过就算数 因为想到头都爆了 因为又睡不着又怎样的 但后来决定了 留在台湾当兵之前 就抽到空军 但空军就三年了 时间更加长一点 然后进入当兵第三天 然后那些主管 即是当兵那些军军就跟我说 你反正都三年了 多半年 可以收战斗机 责不责呢 他问我 那我想一下 咦 我那时候本来读美工的 或者广告设计的 后来就不打不做 读到工程机械 我有工学背景 那我觉得 如果收到战斗机 民航机都可以收到 同理可证 一样东西 一样是飞机 那我觉得 这个机会真是难得 那我答应了他 答应了他之后 因为我之前 当兵之前 我就想说 因为我没有读过美工那些东西 那我就去 台湾的救博团 就像香港YMCA那样 学漫画 学得很基本的 就是把小时候的 公仔的画手变成大港 那个 有关系什么美工那里 有飞机维修有关系吗 嗯 怎么说呢 因为我学会这件事 是我自己的兴趣 自己的兴趣 有没有关系 跟随没有想过这件事 但是学会了之后 当兵一样要有人画画 或者美工那些东西 那我就主动举手 举手之后 美工室全部都是我做的 嗯 那么进了军校 之后我就去到美工室 做室长了 美工室 即是在美工室 在军校的美工室 做室长 是 然后有个学底进来 第一件事 跟我说 我老婆生日 因为我现在在高雄江山 我老婆生日 可不可以让我回家 和老婆庆祝生日呢 我知道这件事 这件事是改变了 基本上可以改变你一身 是吗 不要说一身 基本上改变了你整个后绝 因为有很多学底 都在航空室 你继续说 你继续说 有很多学底都在航空室 做了 我差不多退伍之前 很多学底带我 学长过来陪我 好闷 我收他的机 唯一一个学底 这个学底就是航空系 当时我回家 跟老婆生日那个 他说 学长我帮你 报名表 已经拿来了 我打算进来 军队里面 你填一填 可以交 唯一一个学底 一个报名表 特地跟我说一件事 我填一填交 交了之后 就进入了航空公司 就是说 那个程序就是说 你当日在美工室那里 就做室长 那个学底 就是说 介绍你去 这个 那个 那个 那个学底 找你 想我教 是的 那你那时候没有批评他 那 觉得 他孝顺 那我就会留下 星期六星期日 继续画画 嗯 画到没天没地 那他 最后 怎样去 他过了三年之后 都记得我 怎样 突然会给你 做这些东西 因为其实很多航空公司 他们都很需要 有维修飞机的背景的人 做 但是我当然 第一个 我读高职 没有读到大学 我认为 以学历 可能差别人一部分 是 那 都是没有什么很伟大的想法 就是 等着退户之后再慢慢想 怎样 谁知道他突然之间 带话来说 我们公司欠人 可以 一个报名 表现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其实每间公司欠人 是的 因为这件事比较冷漠 是的 是的 他学会主动打给你 找你 是的 因为他想过来 哭一哭 因为如果没有了之前的事 他可能 也不记得你 也不记得你 如果你不许他 他也会记住你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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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的都会记住 这个人 收回 到时 就算让你进去 幸好进去 见到你 就借我 开始上班 只是好奇 纯粹是 文朗已经这么大 你收开战斗机很小 我五大 其实是没有什么分别的 其实 比较多些人做 或者少些人做 就是战斗机只有两个位置 或者一个位置 整家飞机有四百多个位置 是的 这家文学机很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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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公司 比较特别 私人公司 和中华一样 所以他做的事 一定要比人家更加努力 更加服务细致 自由限制 所以我们就 比较辛苦 但是 做了二十多年 但是你自己爆了一点 你说和中华 差不多了 所以他不是做中华 哈哈 哈哈 我没有说哪间的 哈哈 不过比较特别 就是说 我们跟前那间公司 我是有三个条件 是不能进去的 是是 那间公司就是 我不懂说台语 就是说国语 就是说国语 是是是 是是 廣东话他不管你 当然了 廣东话你认为老用 第二个我就是 工程机械维修的高职 即是没有读过大学 即不是大学 即是你那个位置一定是大学 应该全部都是请大学生 第三个我是算职业军人 因为三年半 我有职业军人的性格 即是对 不是那种义务 不要说被人逼过来的 我是自愿做军人 所以我的个性 可能比较强些 但是这三件事 只可以说 好彩 都不是好彩的啦 第一 都不是大学毕业生 根本就 你的求职信都不会见你 我觉得 我感觉 我感觉 就是说 你三年半的军人身来 是真的帮到你的 这个是我一个 因为第三个梦想 想一下 有没有办法实验到 就是没有想到 这个学底会出现 所以 那你的 那你一直做 这间维修公司 就一直做到现在 是的 几十年了 是的 二十几年了 哈哈哈哈 即是二十几年了 现在 Peter已经娶了台湾太太 有两个新年 这个就很正常了 就是 都会 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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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happy 其实 问你多少钱呢 就不方便了 其实你觉得做这个 收入方面 可以吗 就是 算不错 是 是 你这么说 他的身水 你要想 他 他没有日后夜晚 他飞机何时有班次呢 要维修 他就会 和你改班表 哦 你算stand by 然后 你承受压力 你所做的事情 不可以任何 不可以任何出错 是 不可以错啊 做事 有些突然维修那些 即是突然飞机来到台湾坏了 要你立即维修 台湾有 台湾还好 因为我们是BASE 有很多人 有两次 一次是西雅塘 一次是纽约 然后飞机坏了 我们就立即 飞机 飞到那个维修 因为我们是维修公司 如果去邀请当地 美国的维修公司 是很贵的 所以我们 立即飞过去 帮忙维修 我们完成了 然后整架飞机 就飞回来 最重要就是 不可以出错 做事不可以错 对 很大压力 对 这些压力 这些 其实做什么都不可以错 只不过 我们真的 我有错你的意外公司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他做航空公司 其实是 我说起 我也有坐在航空公司 只不过就是 对得起自己 自己做什么 要对自己负责 这个是成年人 最起码的 对 不过有点说 为什么Peter到今时今日 我才访问他 其实我约了他三年 为什么约不了他 他的时间又不定 我又很忙 他有空我又不行 我行的时候他又不行 我行的时候他又不行 真是几经艰苦 他终于今天约到他来 站一看 Peter都说现在三个地方 到处走 要很忙 由香港 跟着又公司 在桃园 跟着自己家 就在台北 所以现在都很忙 明早上上班 好像说明早上要上班 即是我们节目的 一天 已经是明早上班 那些人还不知道 他要带着一个行李 他要 走 对 主要是在桃园 有几场 真的有事才有西雅图 偶尔才有 其实都很愉快 基本上三个都算不错 这么说 台湾很多公司 本身主的那份生水不多 很多公司都是 但是年中的那份是很厉害的 半年都会有的 你们有没有 我们最多最多最多 只有四个月 四个月都不错 没有 因为以前华航 好像有二十个月 华航这么厉害的 我还没做航公司之前 很久了 三十年 三十年前有二十个月 很厉害 那时候很厉害 对 因为只去一间 不过Peter也很厉害 十二岁 单身走过来 博语都不懂 我很佩服你 工作上大致上 其实有些事情 看看 或者今次未必说到的 他平时有很多 有兴趣的嗜好 又是很特别的 这件事其实我也想去拍很久 有一次只够不到时间 那下一次再和大家聊 好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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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